出发 嗨 嗨 好不好啊 哇 很厉害 不经养 我爱你 我爱你 智慧树 聪明宝宝冲冲冲冲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图图 欢迎来到飞鹤聪明宝宝冲冲冲 本栏目由专研智慧营养 聪明宝宝喝飞鹤的飞鹤奶粉赞助播出 可可你知道吗 今天会有三组家庭跟我们一起做游戏 哇 太好了 可可好期待呀 好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清月清月永远卓越 红队小队长陈清月今年六岁 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一轩一轩对不一般 黄队小队长刘亦轩今年五岁 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正双正双丁伯向上 蓝队小队长 蓝队小队长任正双 今年五岁 队员是他的妈妈和姐姐 欢迎我们的三组家庭 今天非常的热闹 除了三组家庭以外呢 我们还特别请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嘉宾 那就是我们的罗老师 大家好我是罗静 欢迎我们的罗静老师 罗静老师可是我们今天的游戏观察员哦 所以我会全程关注宝宝们的动态 同时也会分享聪明宝宝成长小知识 太好了 谢谢我们的罗静老师 谢谢 风哥哥 那我们今天玩什么游戏呢 看来我们的托托是迫不及待了 没关系 我们来先看看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吧 每位小朋友面前 都摆放不同颜色的旗帜 小朋友根据主持人指令 迅速举起对应颜色的旗帜 速度最快的小朋友获胜 三位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 一会儿那红果果要说什么颜色 你们就要把什么颜色的这个小旗子举起来 或者是相对应物品的这个颜色 给它举起来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哪个小朋友的反应最快 第一轮准备好 红果果要说颜色了 听好了 红色 无色 好 第二 粉色 都很快 红果果说到颜色的时候 然后看到刘雨萱快速地找到那个颜色 我当时还觉得反应真的很快 我就太厉害了 第一个找出来 好 三位小朋友速度都很快 但是我们的红对宝宝略胜一筹 就是红果果 没说颜色的时候 先看一眼 旗子颜色的位置 第一轮呢 我们小事牛刀 第二轮我们难度要加大了 红果果很有可能同时会说出两种颜色的小旗子 好 准备好 红色和绿色 红对宝宝很快 红果果说两种颜色要两个手同时拿起来 这样才能快速 好 好 挥舞起来 红色和绿色很棒 好 放下来 紫色和蓝色 紫色和蓝色 哇 紫色和蓝色 来 黄对宝宝 桌椅上的颜色太多了 我都晕了 好 挥起来 小旗子挥起来 好 放下来 好 观察仔细 粉色和橙色 橙色和粉色 我就着急 他好像不认识这个颜色 粉色和橙色 粉色和橙色 只找到一个颜色的时候 另一个颜色没找到 我当时说实话 我想跑到台上 把那棋子举出来 好 倒举起来 为自己鼓掌 接下来红果果要加大难度了 我要说出一种物品 然后根据这个物品 我们把相对应的颜色举起来 好不好 看看你们的反应能力 蓝天是什么颜色 蓝天的颜色 蓝天是蓝色的 给我的衣服一样 又有个蓝色 这个比较简单 小草是什么颜色 小草 现在正值春季 然后我领了春油的时候 我说这个小草是绿色 我看他在思考了一片刻 又赶紧拿起了绿色 好 很棒 好 放下来 太阳是什么颜色呢 你们觉得 太阳是黄色的 其实也都可以 太阳是黄色的 在红果果的印象当中 太阳不是红色的吗 好 都有都有 好 放下来 太阳会变颜色 不同的时间 是不同的颜色 但我最喜欢黄色 拖拖是什么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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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们的拖拖是什么颜色的 举起来 因为拖拖就站到我们身边 所以我能很快地找到绿色 好棒呀 放下来 红果果是什么颜色呢 红果果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呢 要卖红果果 这里有红色 所以我觉得它是红色 红果果 红果果是什么颜色 红果果 红果果穿了一个紫色的裙子 我想大家应该是举红色 红果果吗 或者举个紫色的系的 没想到举个绿色的系的 当时我还挺诧异的 我说怎么会举个绿色的 再来 一说小股东三个字我就记忆深刻 但没想到呢 在墙的后面贴了个小股东 很形象的一个颜色 粉色和黄色 然后刘雨萱迅速扭了下头 看到了墙上的小股东 很简单 好 拿最低的 黄色很棒 咕咕掌 太棒了 特别棒 在这个游戏当中 我觉得它的那个手眼协调 还有它的这个反应速度 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而且就是这个游戏 有个好处就是 这个游戏简单易操作 就是我们可能回家以后 在家里也可以再继续玩这个游戏 孩子结束了以后 还觉得意犹未尽 还跟我说 妈妈就结束了吗 我还想再玩这个游戏 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棒 我觉得我跟他一块玩这个游戏的话 我觉得我会比他玩得好吧 我觉得呢 我觉得我会比他玩得好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我反应很快 今天三位宝宝表现得特别的好 我发现他们对这个颜色的敏感度 还是很高的对不对 对 一般情况下 我们四岁到六岁都是孩子 对形状颜色的敏感期 而且今天这三位宝宝表现都很好 反应能力都很快 这比方说光说这个颜色大家都知道 但是要相对应的这个物品 还是有点难度的对不对 对 刚才红果果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 我们称之为共同注意力 共同注意力 你要想让你的孩子以后上学学习好 一定要培养他的共同注意力 你知道共同注意力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 就是通俗地说 就是指哪打哪的这种能力 老师在绘版上写字跟你讲 然后他就能听 这就叫共同注意力 所以很重要 所以在家要经常训练这样的共同注意力 是不是 太好了 今天三位宝宝表现得很棒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他们颁发奖牌 来吧 宝宝们 你们今天太棒了 来 来 来 颁发奖牌 来 宝宝 这是你的小奖牌 宝宝 恭喜你 加油 再接再厉 好 加油 让我们再次为三位宝宝鼓掌 太优秀了 小小愿动 太显家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彤彤哥哥 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 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 手张开 像小鱼一样 转一圈 反方向 再来一遍 好 接下来我们摇摇头 摆摆手 扭扭腰 踏踏腿 我看到了 你们做得非常棒 你们瞧 我发现了什么 快看 天空中飞翔的是谁 是鹰 它拥有宽大的翅膀 正臂间展现着雄壮的姿态 鹰在空中飞翔时 常常展示出优美的 翱翔姿态 它们可以在空中盘旋 翻滚 俯视大地 仿佛它是南天的主人一般 我们也来模仿老鹰在天空中盘旋的样子吧 像童龙哥哥这样 双手伸开 左右慢慢摆动身体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这样我们也变成在天空中飞翔的老鹰了 鹰最厉害的绝技就是它俯冲抓捕猎物的能力 当它发现猎物时 便会高速俯冲 精准地抓住猎物 我们也来模仿老鹰俯冲的样子吧 像童龙哥哥这样 双臂向上举 弯腰俯冲 再来一次 双臂向上举 弯腰俯冲 鹰在接近猎物时会展翅滑翔 然后大幅度地展开翅膀 利用爪子抓住猎物 鹰的爪子具有强大的抓握力 一旦猎物被抓住 就很难逃脱 我们也来模仿老鹰捕猎的样子吧 像童龙哥哥这样 原地跑起来 伸出双手 抓住猎物 回来 再来一次 伸出双手 抓住猎物 回来 哈哈 看见之旅 你们玩得开心吗 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 手打开 放松 放松 再来一次 放松 伸出你们的大拇指 真棒 真棒 你们太棒了 创意变变变变变 创意变变变 大家好 欢迎来到创意变变变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火锅 这两位小帅哥 非常的热情 想认识他们吗 来 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吴克弦 今年五岁了 欢迎你 你来 大家好 我叫石头 欢迎石头小朋友 好 今天呢 在我们的创意变变变里面 要做什么好玩的创意手工呢 我们来看看 猴果锅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瓶盖 瓶盖 仔细观察一下 在瓶盖的这个四周啊 是一棱一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增加它大的摩擦力 更好打开 哇 说得很好 可以增加这个摩擦力 能很好地把这个瓶盖怎么样 瓶盖 对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第一个环节呢 就是用瓶盖 来做可爱的小动物 好不好 好 有没有信心啊 有 来 预备开始 走吧 本栏目由高盖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克兰多奶酪棒特约播出 把它连在一起 真聪明 好 给它翻过来 这样的话 小蜜蜂是不是有这个触须了 是不是 那经常呢 我们喝完这个饮料之后呢 饮料瓶有可能就给它扔掉了 扔掉了 对 包括这个瓶盖是不是 有点可惜啊 那今天呢 我就用了一些 哎 喝剩下的瓶盖 来做这个创意作品 我给大家也准备了很多啊 好 小朋友们 找出家中的瓶盖啊 越多越好 做出哎 可爱的小动物啊 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看看都能做出哪些小动物呢 再来个黄色的群群 哇 好不好看 好看 好捧场 好 我做好了是不是 那你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 你做的是什么小动物呀 蜜蜂 小蜜蜂 然后蜜蜂转过来 在它身后粘的是什么呀 蜂膏 在小蜜蜂的这个身后啊 把这个瓶盖粘上去了 是不是 这样的话 小蜜蜂就可以在桌上干嘛呀 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是不是 好 晃晃 对啦 你看啊 这位小朋友做的这个小蜜蜂啊 不仅很简单 而且很富有这个趣味性是不是 很好玩啊 好 来看看我做的 你们来猜猜我做的是什么呢 小蜜蜂蜂 小蜜蜂 小蜜蜂 没有 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 是不是很好看 好 你的做好了吗 做好了 好 转过来给大家看看你做的是什么 做鸡 因为瓶盖多有点重对不对 对 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红颜色的瓶盖做了什么呀 太阳 太阳 然后黄色的瓶盖呢 做了小鸡 小鸡的头和小鸡的身体是不是 哇 好生动 小鸡在干什么呀 小鸡在找小蟋子 找小虫子是不是 对 哇 做得很棒 威斯的咕咕咕掌 哇 别看这个小小的瓶盖啊 我们稍微的组装一下 它就是一个很好玩的这个创意作品了 是不是 对 好 那我来考考你们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小汽车 这个车轮是什么形状的 原始车 那如果车轮是正方形的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是不是 它陷到里面了 陷到里面了 首先这个车轮它是圆形的话呢 在马路上跑起来怎么样 特别快 特别快 特别稳 稳定性也很强 对不对 适应力也很棒 是不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走起来比较的省力 对不对 对 所以无论是平坦的公路 还是崎岖的这个山路 我们的这个汽车 它的这个轮子永远是什么形状的 软形 软形 对 说得很棒 那今天呢 我们用平蛋 简单地做了一个创意作品 接下来呢 我们要增加满度咯 好不好 好 来看看 坐下汽车 坐下汽车呀 那是不是想汽车 我们来看看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创意要升级了 两位小朋友说的没错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这个瓶盖来做什么呀 小汽车 我们的小男生是不是都喜欢小汽车呀 对 好 来 开始吧 做你们拿手的小汽车啊 那红火锅就来画一个街景 你看看一会儿能不能 好 这也有 就是街道的景色 你看到的植物 动物 包括各种建筑物都是景色 好 红火锅来考考你们啊 小汽车属于什么呢 交通工具 对 在马路上跑的这个交通工具 小汽车 你们都有什么车呢 摩托车 摩托车 还有自行车 自行车 还有呢 你看有这个水泥搅拌车 对 卡车 是不是 救护车 对呀 还有什么 救车 警车 说到警车 救护车 还有消防车 我们来一个安全知识的这个学习啊 如果着火了要报 119 救护车 120 对 遇到坏人了呢 小汽车应该 110 对了 真棒 110 好 过马路的时候 是直接全冲吗 还是要走人行横道 走人行横道 对 本栏目由高盖美为助力成长的妙克兰多奶酪棒特约播出 好的 我的这个接警图已经画完了啊 小朋友的也完成了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合成了 哈哈哈 来 粘到这个位置 好的 装了白线 哇 好棒啊 这个太棒了 哎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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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迫不及待了啊 好 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三个人共同完成的啊 红果果画的是一个 哇 你好聪明啊 他在我这幅画后面放了个胶棒 这样的话就能立在上面是不是 当然不够 不够 好像还不够 得需要两个 哎呀 你们好聪明啊 好 这样我当然双手就解放了啊 好 我们来简单的欣赏一下啊 红红窝画的是街景 然后呢 哪辆小汽车 这个蓝色小汽车是谁呢 是谁的作品 是你的是不是 嗯 然后这个橘色的是你的是不是 对 哇 好棒啊 非常地生动 非常地立体 尤其是这个瓶盖 起到了这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是不是 是 为自己鼓掌 好棒的作品啊 非常地立体 非常地好看 哎 我听说啊 场外的小朋友们 也做了一个很棒的创意作品 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好 一起来看一看 山起悄悄手 快乐咚咚咚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玩创意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谢雨婷 这个是我做的 橙色糖葫芦 是用瓶盖做的 有绿色红色 橘色中色 小朋友们 你们想吃我的糖葫芦吗 大家好 我叫王毅杰 这是我的作品 瓶盖窝牛 大窝牛是桶砖水瓶盖做的 这是两只小窝牛 两只小瓶盖做的 这个纹路是我用高光笔画上去的 这些点也是 小朋友们 你们看我的瓶盖 瓶牛是不是很生动呢 大家好 我叫可可 今年38了 我拿瓶盖做的小花 我朋友也是拿瓶盖做的 看我的小花好看吗 小朋友们做的太棒了 今天我们用什么做了创意作品 瓶盖 所以回去以后 我希望小朋友们用过的饮料瓶 或者是瓶盖 不要随便的丢掉了 对不对 对 可以把它做成什么呀 汽车或者小动物 很棒 可以做成很棒的创意作品 对不对 对 今天大家都表现得很棒 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 来 创意 片 片 片 又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